摩克婆罗多是享誉世界的印度史诗 和罗摩也纳并列为印度的两大史诗 那么罗摩也纳我们之前也讲过 这两部史诗当中都有大量的远古传说 是一部有宗教哲学以及法典性质 以及真实遗址的史诗 因为里面曾经有过摩亨佐达罗 这是现存真实的遗址 传说该书在公元前3100年的时候 由广博先人口述 像头神记录下来的 印度人认为这是真实的远古历史 在印度神话史诗摩克婆罗多中 有一位传奇的女子名叫黑公主 黑公主是史诗摩克婆罗多中主要的女主人公 她美若天仙 她又是班浙罗族国王穆柱王的女儿 也是班渡无子的妻子 黑公主有着人间第一美女之称 带着传奇的色彩从火堆中诞生 故事就从她的父亲穆柱王 被迫将恒河以南的部分的土地 分给了德罗那以后怀恨在心开始 于是她的父亲叫国师来打算报复这个巨颅族 那么国师建议木柱王去请求师婆的恩赐 于是木柱王就跑到森林里进行苦行 感动了师婆神 并承诺她将拥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其中男孩子将会带领千军万马扫平这个巨颅族 而女孩子长大以后 则可以用美色促使巨颅族分裂 回到城之后木柱王秘密的就进行了火祭一次 从这个祭火里面先后就走出来了 儿子孟光和女儿 德罗伯蒂也就叫黑公主 黑公主天身丽质美艳绝伦 临近的王族们都想得到她 眼看到黑公主婚娶的年龄就要到了 所以这个木柱王决心就为这个黑公主 举行了比武招亲 希望可以找到心中的贤婿 美艳绝伦的黑公主就引来了天下的追求者 无数的勇敢的王子慕名而来 那么黑公主所在的这个班浙罗国 是北方的最强的王国 各国都希望借此机会通过联姻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所以这次的比武招亲就吸引了大批来自于各国的王族和勇士 此外还有众多的达官贵人 社会名领再加上看热闹的老百姓 可谓是盛况空情 观众们都按不同种姓的身份地位 划分为各个区域就做 一众深批橘红色沙家的仙人和苦行僧们坐到了一起 那么谁是班渡无子 又为什么被迫害流亡呢 这就要从最著名的班渡无子的故事开始说起 据说恒河的女神 为了解救被诅咒的八位神仙兄弟 下凡来到了人间 就嫁给了福生王为奇 婚前女王就与丈夫约定了 不许询问自己的身世 不许干涉她的任何事情 那么陷入爱河的这个福生王 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婚后恒河的女神将生下来的七个儿子 立刻就扔进了恒河而淹死 实际上他说他是在帮他们重回天界 恢复神身 等到女王在扔第八个孩子的时候 福王终于忍不住了 出面阻止 女神呢 对福王违背自己的誓言 行为感到非常的神奇 就告诉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然后愤然的离去 福王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 非常的懊悔 便将剩下来的那个第八个儿子 立为了太子 后来福王又爱上了渔夫的女儿 真姓 就希望能够娶她为妻 但是渔夫不同意 渔夫说除非他的女儿真姓 未来生下来的儿子 能够继承王位 否则呢 就不同意这门亲事 于是这就让福王很为难 这个时候 王子为了能够让父亲抱得美人归 毅然决然的就放弃了自己太子的位置 并发誓永不争夺王位 同时呢 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匹师摩 婚后呢 真姓为福王生下两个儿子 可惜的是 在福王去世以后 这两个儿子也一起都走了 真姓为了国家考虑呢 就希望这个匹师摩能够继承王位 再回来 可是呢 匹师摩却坚守自己的誓言 打死也不做国王 真姓没有办法 只好请来了广博仙人 让他呢 根据当时的戒种生子法 与儿子的两个王后呢 结合 广博仙人的样子非常的丑陋 大王后啊 在与这个仙人同房的时候 就被丑得不敢睁开眼睛 所以生下来的孩子呢 也是一个瞎子 名叫池国 二王后呢 在与这个仙人同房的时候 由于惊吓过度 因此生下了面色苍白的孩子 名叫班渡 后来这个瞎子池国啊 生下了以南迪为首的一百个儿子 班渡呢 也在仙人的帮助下 生下了奸战为首的五个儿子 两方一开始就展开了明争暗斗 由于池国的子孙啊 远远多于班渡的子孙嘛 所以一开始呢 南迪这一方就占尽了上顺 南迪为了能够坐稳江山啊 想方设法的要去除班渡五子 有一次 他命人建造了一个木屋啊 摆了一道鸿蒙叶呢 就请这个班渡五子去里面吃饭 到了夜晚的时候 他就派人在房外点火 想一把火烧死他们 幸亏有人通风报信啊 将消息告诉了班渡五子 于是他们就逃离了出来 从那以后 班渡五子迫于无奈啊 只好在外留往 多年之后 德王的五兄弟终于找到了靠山 他们听说有一个国家 国王正在为自己美丽的公主挑选女婿 于是他们就乔装成了婆罗门的人 前去看看情况 于是就来到了黑公主的故事中 比武朝起 那么所有人就座之后啊 比武大赛只有一个科目男 于是比武场上就选了一张大弓 要求比武的选手们 弯弓搭剑呢 射出这个剑 剑要穿过高高挂起的 旋转在圆盘中中央的一个小环 然后再射中鱼眼 后这个贡地就嫁给了相乘的班渡 之后他就招来了什么正法神啊 风神天地 就生下了班渡五子 那么回到故事中 没有人能够射中鱼眼 于是这个木柱王便询问婆罗门中啊 是否有人愿意尝试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身披斗篷的人 从这个婆罗门中的帐篷中走了出来 没人能看见他的脸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场下一片焦头结尔 木柱王本来也是礼节性的邀请啊 婆罗门参与 没想到真的有人应战 他说那就看看吧 那么到底什么是婆罗门啊 又为什么遭到了大家的怀疑 婆罗门就是印度最高等级的一个种族 那么这个种族非常的特别 他们一般不会担任政治或者是军队上的职务 他们一般是僧侣或者是学者 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 就是都是打坐修行之人 那么什么是最高等级的种族呢 在印度啊 种族制度中一共分为四大种族 跟一个特别的种族 分别是按照顺序啊 最高的是婆罗门 第二是沙地利 第三是费舍 第四是守陀罗 第五是达利特 合起来就是五大种族 大家要知道 印度是一个宗教信仰很强的国家 对于他们来说 宗教信仰高于一切嘛 而婆罗门掌握着宗教 也就可以说是他们掌握了全国嘛 无论是掌握了军权的沙地利 还是卑微如楼椅的达利特 都要服从于或者说服务于婆罗门 所以婆罗门拥有无数的特权 其中有三个特权是最厉害的 第一个特权就是婆罗门可以免交税 婆罗门大多都是僧侣 他们被认为是天神派到人间的使者 所以他们不用交税 第二个特权是婆罗门不会被处罚 因为上面说到婆罗门是天神派到人间的使者 所以他们错了 不会被处罚 即便是杀了人 婆罗门也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职责 因为他们在印度是高于一切 当然最厉害的还是第三个特权 就是婆罗门的人拥有宗教的最终解释权 在印度人的眼中 他们可以是跟神对话的 他们的话可以说是神的旨意 那么这个特权有多么恐怖 就不需要解释了 简直就是相当于游戏中的金手指 那么婆罗门的人 人数很少 大概只有印度总人数的5% 但是他们却拥有一半以上的国会的席位 所以在印度一般都是通过手腕上的绳子来判断阶级的 婆罗门的人会带棉线绳子 沙地利的人带麻线的 废舍的人带毛线的 而守托罗跟达利特则带塑料绳子或者是不带 所以去印度旅游的朋友们 手上带什么绳子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闹了什么呀 五兄弟都要共同分享 那么此话就宛如晴天霹雳 然而母命不可为 五兄弟便同时与黑公主成了亲 并约定每个人有一年的时间陪伴在黑公主的身边 当公主与其中一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 其他人不能打扰方显公正 婚后 班渡五子带着黑公主就到了荒芜之地建立了城市 借助神灵的力量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天地城 却遭到了持国白子的嫉妒 于是持国的大儿子南蒂在舅舅的设计下 邀请了班渡之子的大哥奸战参加一场赌注 最后在制骰子中 奸战就输掉了一切的财产和邦国 甚至连自己的弟弟以及黑公主全部都输给了南蒂 于是南蒂就引走了黑公主 那么南蒂的弟弟甚至南翔还想侮辱黑公主 将黑公主拽到了大殿之上 准备加以羞辱 谁知道神迹出现 南蒂发现公主身上的沙粒将他保护了起来 怎么拽也拽不完 持国白子才不得不放弃 只能将班渡五子和黑公主就一起流放了 约就发动了全国的力量 搜索这个班渡五子 若是在这一年找到了他们 那么不过班渡五子 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就爆发了 战争持续了18天 双方伤亡惨重 最终班渡就打败了持国白子 摩克婆罗多众 黑公主是作为吉祥天女的一个转世 为黑天阵法而来 所以当班浙罗族的国王木柱王 对黑公主嫁给五子一世 是否属于符合正法 心存疑虑的时候呢 广播仙人就对这个木柱王说 从前在一个苦修的森林里面 住着一个高贵的仙女 她美丽 贞洁 却找不到一个丈夫 于是她修起来 严峻的一个苦行 以她的苦行取得了师婆的欢喜 于是这个师婆就很高兴就问她 你想要什么 就向我请求吧 听了这个话 仙女连连对恩赐她的师婆说道 我希望得到品德完美的丈夫 于是众神之主很高兴就答应 按照她的要求恩典她 对她说道 你会有五个很好的丈夫 那么仙女立刻说 我只求你赐给我一个品德完美的丈夫 神说道 好姑娘 你求我赐你丈夫 但是你反复说了五遍 所以你会有五个丈夫 但是你会幸福的 在你转身之后 你会如愿以偿的得到这五个丈夫 然后广播仙人就对木柱王说 那个美若天仙的女子 于是就作为你的女儿 黑公主来到了世上 所以你的女儿黑公主 注定了要做五个人的妻子 她就是天上的吉祥天女 为了做班渡五子的妻子 修了严峻的苦行 才在一次盛大的祭祀中 胜出做了你的女儿 而班渡五子在夺回这个国家之后 治理了国家36年 就将王位传给了仅存的孙子 便带着黑公主一起离开了城堡 去朝拜圣地 喜马拉雅山了 于是这个朝圣的路途非常的艰难 他们一个一个的筋疲力尽而死 而且最年轻的最早死去 先是美貌坚真的黑公主 然后又是起人忧天的五种 接着是神勇的阿周娜 最后体力惊人的布君也倒下了 爱恨都已远去 只剩下奸战一人 她不再感到悲伤 也不再感到迷惘 毫不回头的步履阑珊地继续向前走 仿佛她已经明白了什么才是真实 什么才是幻想 在这个群山之巅呢 奸战停止了最后一次的呼吸 于是呢 摩哥婆罗多的故事呢 我们也就讲完了 好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别忘了宇哥与小堂的视频 是每三天更新一次哦 制作视频不易 一定要关注 点赞 以及转发我们的视频哦 我们会用心做更好的视频给你们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